国务院总理李强12月25号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 以视频方式出席蓝苍江煤公河合作第四次领导人会议 李强和缅甸领导人敏昂来共同主持会议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老挝总理宋赛 泰国总理赛塔 越南总理范明正出席 李强表示蓝煤合作启动7年来 在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六国打造了促进发展的有力引擎 构筑了共同安全的坚强护盾 拉紧了相知相亲的情感纽带 蓝煤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我们要持之以恒推进这一共同事业 持续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李强就加强蓝煤合作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深化融通发展 规划实施好互联互通战略项目 加强经贸 产能 农业 智能制造等合作 二是推进绿色合作 充分尊重各国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政党权益 探讨开展蓝煤全流域治理等合作 三是加强安全治理 深入推进平安蓝煤行动 强力打击网堵电炸等犯罪行为 四是深化人文交流 培育青年 智库 地方等合作新亮点 与会领导人就甘肃地震造成人员伤亡 向中方表示诚挚慰问 各方感谢中方为推进蓝煤合作 做出的突出贡献 表示六国要共享机遇 共赢挑战 共同规划蓝煤合作未来发展 加强各领域合作 构建蓝煤经济发展带 打造蓝煤国家命运共同体 会议发表蓝煤合作 第四次领导人会议内比都宣言 蓝煤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2023至2027 和蓝煤地区创新走廊建设共同倡议 泰国接任下届蓝煤合作共同主席国 吴正龙出席会议